在我们好不容易达到了1000个订阅量 4000个小时的观看量以后 油管就会通知我们 我们可以货币化自己的频道了 那么我们在后台的屏幕中央 可以看到我鼠标点的这个地方 它会发一个通知给你 告诉你你可以去货币化你的频道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到屏幕的左边 去点货币化的图标 现在把滚动条拉下来 可以看到一个美元符号的 就是货币化的符号 点击它 进入到的页面 它会给你有一步一步的 这个instruction 教你怎样一步一步的设置你的货币化 这个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但是如果说你在设置了货币化以后 并不能看到你的视频被加的广告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到谷歌上面去搜原因 在谷歌里面输入 as aren't showing on my video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视频为什么没有加广告 找到YouTube help 这个链接上面呢 会有一篇文章 叫你一步一步的查找 你是不是违反了这个违反了那个 这里没有设置好 还是那里没有设置好 然后当你把这些都一一查过了以后 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这里有最后一步 教你怎么去做 我们仍然回到我们的这个后台 在我们那个statue 在create那个图标里头 点击go live 也就是说直播那个键 现在我们进入了直播的这个页面 如果这时候你并不希望真正的弄一个直播 你可以用你的拇指或者用一张纸 把你这个电脑的上面的摄像头给它挡起来 然后呢在这个title里面输入 打个比方test测试 然后点下一步 点了下一步以后呢 再点go live 也就是直播这个键 那么现在呢 你就开始直播了 因为你是用拇指挡着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摄像头的 或者用指挡住的嘛 所以没有人能够看到你 然后你让这个直播吧 播一会儿 多长时间呢 也并不是非常确定 有的人需要几个小时 有的人几分钟就行 我自己呢 是让他直播了45分钟 然后你要点击下面的那个 end stream那个键 也就是结束直播 完了以后你可以回去查看 你的广告是不是回来了 我的广告就回来了 至于这个直播的这个视频吧 你可以到你的后台里去 把它给删除 这个方法吧 非常的简单 也能够非常快的解决你这个 没有加广告的问题 也对很多的人都起了作用 你可以试一下子 如果说你试了有用的话呢 不要忘记回到我的视频底下 给我留个言咯